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猛鬼旅行团》 女主小花天生拥有阴阳眼,而且还有隔空取物的本事 这倒是帮了农民们不少忙 小花的这个本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镇长耳朵里 镇长把小花叫到了家里,请小花帮一个忙 去年镇长曾去国外做过一场换肾手术 只不过自己的肾脏刻意为外地负伤换错了 他希望小花用隔空取物的本事帮他把肾取出来 热心肠的小花听到这里也很快答应了下来 没过几天,镇长跟小花安排好了去外地的大巴车 本来一路顺风顺水没什么事情 不过大巴车的司机在半路突然尿急 于是就将把车子挺在了一个荒郊野岭的乱葬港旁边 只见司机大大咧咧的下车 直接在一个骨灰盒上面开始方便 解决完后他开车继续前进可刚走没多远 司机就发现路前突然冲出来一辆卡车 为了防止撞车,司机狂大方向盘 最后车冲下了悬崖,一车乘客全部遭了殃 就这样到了晚上掉在血压底下的乘客们慢慢醒了过来 又重新坐到车上继续赶路 而刚刚一直在睡觉的小花醒来后却不淡定了 因为刚才的那场事故所有乘客全部都命丧黄泉了 现在整辆车上只有自己一个活人 小花有些害怕,不过这荒郊野岭的 他突然提出下车肯定会迎起怀疑 就这样小花硬撑着走了一路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家宾馆准备休息 这时车上的人也感觉到了 他们赶了一天路竟然没有一点疲惫感 而旅馆老板也发觉了这批客人特别奇怪 他把懂得重要的经理叫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而经理这一看当即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让老板看看地上 老板这一看可吓坏了 这批客人竟然都没有影子 老板知道经理是一个懂得抓鬼的人 更何况这群供回野鬼在经理面前根本就不是事 不过经理也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他在抓鬼之前必须弄清楚这些鬼是好还是饿 晚上经理开始在走廊打探 而小花用自己的特异功能看到了走廊里鬼鬼祟祟的经理 就认为经理是个变态 于是狠狠地将其捉弄了一番 好在后来误会解释清楚 良人也当即准备联手将这群供回野鬼送回该区的地方 从小花口中得知 游客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了 为此小花只好假装自己也是一个鬼 告诉了大家真相 并让他们跟着自己去投胎 可惜游客中有一个大哥大 非要在人间为非作歹 还联合了剩下的几个鬼开始反抗经理 最终经理用捉鬼法术和小美的特异功能结合 一起来对抗大哥大 最后的最后小花顺利的找到富商 要回了镇长索要的圣 又在经理的帮助下 成功坐上了一辆车返回了家乡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